盘点中国式的人情事故 今天中午大家吃饺子还是吃面条吧 吃面条吧 饺子不知道啥馅的 亚南 你觉得呢 听他的吧 吃面条 泽风 那你呢 我觉得吃饺子吧 俗话说好吃不如饺子 饺子既是会有关保 我觉得你说的对 大家照顾一下男生 今天中午就吃饺子吧 哦 哦 你还没问我呢 我想吃米饭 我想吃烧茄子 就吃饺子吧 你俩傻呀 如果领导想吃面条的话 还会问第三个人吗 说话办事要多注意一点 多跟我学学 过来 怎么了 金利 这盒子当不起来七百的砖吗 这就是七百的砖 对七百砖呢 啊 让给你看一下 到了 这不正好七百吗 那既然没问题 那就回去吧 啊 看错了 我拿瓶可乐 给我拿瓶可乐 这个行吗 行 没钱呢 什么钱 买东西你就得给钱呢 小不不不的 还有给钱呢 多少钱 三块 收你六块多吗 把货钱转过去了 可乐不要了 不要了 不要了 怎么没有你啊 那个我 哎呦 你们 哈哈哈哈 听到 你这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就是意思意思 你这就没意思了 小意思小意思 你这个人挺有意思 其实也没别的意思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是我不好意思 哎 我说你这个人 不够意思啊 最近手头不太方便 可以等你方便的时候 再 我想让您先给我提供点方便 到时候我绝不差这个意思 哪有那么方便的事 哎 这样吧 领导 方便请您吃个饭吗 饭桌让他比较方便 你再想想 我先去方便一下 哎 领导 那在您方便的时候 我请您吃饭 哈哈哈哈 你说什么 哎 领导 我不是那个意思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还有什么意思 真好意思 乱谈 那个员工多少钱一个月 哦 他八千一个月 上半年搞工价的时候招过来的 也算老员工了 把他调到最累最脏的岗上去 他自己受不了就吃费 嗯 好的 他呢 这个五千多 上个月调过来的 记得让他把每天的强量都打标啊 好的 哎 哎 主张 他是离工价的时候招来的 一个月才两千多 这个可说不得 一说他提供跑路了 这个重点保护啊 把他调空调房去 你顶他 你懂吗 嗯 啊 哎 我 哎 主张 这个更说不得 今天一说都用不住他 我说的 不要啊 他是他想我 累了就好好休息嘛 今天休息好了 没有精神玩嘛 对吧 哈哈哈哈 这材料我都给你拉过来了啊 就这条路这马路牙子 你看着吗 嗯 吊脚的给我换他 裂味的给我换他 就蛋法有一点瑕疵的 你通通的给我换掉 那也太铺脏了吧 什么话呀 讲这种 咱们公司呢 每年都是有标准的 今年不花两年 明年不给批一个屁的 那完整的就没必要换了吧 你认为呢 啊 我给他一锤子就有必要换了呗 前面露面怎么回事啊 啊 我这新是这马路牙都换新的了 这路面太久了也不搭呀 我抠了重铺 我的妈 你这一小你是人才呀 你在现场你虚财了 明天啊 你给我做办公室 这个项目你给我负责 那没包子 口号还记得吧 咱们公司口号 我明记于心呢 记得来一遍 不 求干得好 正的不能少 天天就修路 肯定能致富 漂亮 你必须连升三级 那没包子 撤了 你给我盯住了啊 那好了